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hat.js 今天我给您写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线形变换 或说是线段的样式变换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大家请看 我们要通过这个data属性下面的data size 进行各种各样的样式的变换 比如说 大家请看 线的颜色 线的宽度等等 它有很多很多的属性 有兴趣的朋友 去看一下文档 今天我给您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好 在咱们看今天的例子之前 我想咱们先看一下 到上期为止 咱们显示出来的图形 是个什么样子 好 咱们看一下 不是 是这个地方 我这本地装了一个htp server 非常好用 推荐给您 咱们是第七课 然后是index 大家请看 到上期为止 咱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线段 对吧 这个线使用的是 Chat.js的默认的样式单 今天咱们就对 对它进行一些个定制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做 好 回到咱们的代码去 咱们看 咱们今天要对这个dataset 进行各种各样的设置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 接着到上期为止 咱们这个代码的样子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接着到上期为止 咱们dataset里面 只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标签 一个是数据 没有对它做各种 更加详细的设置 今天咱们就对它设置一下 好 我回到咱们这个dataset 比如说 咱们对优酷这个地方 我呢 先做一个线形 等于红 没有问题吧 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到这个地方 线形等于红 没有 不是线形 是线色等于红 然后呢 下面这个YouTube 我也拷贝一个 YouTube等于 其实我这个颜色设的不好 应该是YouTube是红 优酷是蓝 算了 展示 就先这样吧 因为YouTube的主题色是红色 优酷反而是蓝色 好 咱们看一下 F5刷新 够 大家请看 YouTube变成了红色 然后呢 YouTube变成了绿色 没有问题吧 OK 咱们再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设置它的这个线宽 比如说我都 我把这个YouTube设置成3 拷贝过来 然后呢 把YouTube设计成5 没有问题吧 因为我平时也喜欢看YouTube 看各种各样的电影 最近YouTube出现 这个YouTubeTV 可以看各种各样的电视频道 非常的好 非常的不错 好 那咱们先不说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Go 大家请看 线的宽度是不是加宽了 什么 你没看清 OK 那咱们再加宽 比如说我这个3变成10 然后我这个YouTube有5变成15 这可以吧 再刷新看一下 这下宽了吧 能看到 OK 没有问题 换句好说 咱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线的宽度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填充 什么意思 咱们要对这个线的下面 以这个线为开始的下边缘 进行各种各样颜色的填充 我呢 先填充下面的这个YouTube的颜色吧 好不好 我这个Fill设成True YouTube这地方 设成True 没有问题吧 默认的话 它是什么都不填 仅仅是线图嘛 对吧 然后呢 我让它背景色等于大家请看 这是个RGB的颜色 对吧 RGB是说R是红 G是Green 绿 B呢 是Blue 蓝 后面呢 再跟一个什么 再跟一个Alpha通道透明 我给的是0.5 换说半透明 好 咱们试试这个 放到这个YouTube下面 YouTube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咱们YouTube这个颜色就会填充 但是呢 就是半透明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 半透明 有朋友说什么叫半透明 你看通过这个绿色 你能看到背景的这个线 能看到就叫半透明 比如说 让它全透明 小董 不好意思啊 我这是全不透明 这是看到是整个 它把下线都填满 咱们让它全透明 应该是说0 有时候 这个英语 这个透明度跟不透明度 用的不一样 大家请看 这是全透明 这个是咱们默认的样式 对不对 然后我刚才给您设的是半透明 就是0.5这个颜色 OK 没有问题 接下来咱们再设置一下 我看啊 接下来咱们再设置一下 上面这个 优酷 优酷RGB 优酷是红色 我就把它设成红色 其实这个课件我做的不好 应该是优酷是蓝色 然后YouTube是红色 比较更加的贴切 咱们展示先这样吧 好 然后把它设上 咱们看一下 好 看一下 go 怎么样 上面是红色 刚才为什么我要先设这个YouTube 因为我就知道 这红色会把下面的绿色覆盖掉 但是您注意到 它确实是下线显示出来 OK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再设置一下这个线形 在设置线形之前 咱们有一个叫Lentation 等于0 咱们看看是个什么效果 我把它拷贝过来 刷新 注意看 大家看 有什么效果 没看清是吧 没看清 咱们再来一遍 把Lentation去掉 咱们再看一下 好像要是效果要是区别吧 对不对 我再把它加上 什么意思 是说 咱们默认它给咱听的线图 是曲线变换的动态显示 我把这个Lentation Lentation设成0的话 它是直线显示 因为有很多的标识 咱们的营业额 不喜欢用这种曲线 喜欢用这种直线表示 对不对 所以说 推荐您使用这个 Lentation等于0 OK 再接下来 接下来能设置什么 设置咱们每一个锚点的样式 默认是小圆点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给您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设置 可以设置成方块三角都可以 我把它拷配过来 咱们看一下 然后下面这个是 是它的大小 我给它一个8 这样看的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OK 咱们看一下 先看优酷 Go 大家请看 我这设了一个方块 而且这个size给了是8 大概能看清 咱可以再大一些 比如说18 也可以 大家请看 就更大一些 对吧 同理 咱们再设置一下 下面这个YouTube的这个样式 我这个地方给的是个三角 拷贝过来 因为有时候咱们在做客户演示的时候 可能不是说都喜欢用点线 可能喜欢用三角线 方块线 都可以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8 没有问题吧 三角的8 能够简直出来 然后我把天充 设成false算 不好意思 我逗号忘了 下午一身老汗 OK 但看上面这个是方块 下面这个是三角 没有问题吧 OK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灵活 OK 应该是今天的课件 就给您讲解了这么多 咱们通过这个数据 数据变量下面 Data Site的这个属性 可以对咱们每条线 做各种各样的 非常有个性的样式的设置 非常的方便 推荐给您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代码 我会放到开心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优酷 YouTube 还有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